在各大美国体育的NBA历史排名上,乔丹高居第一,而詹姆斯则位列第二。 看上去,詹姆斯的地位已经接近乔丹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 两人的荣誉积累、实战能力、精神力、综合影响力等多个方面存在巨大差距。 下面就来仔细地分析一下。 荣誉积累差距 美国媒体给NBA球星排名的最重要数据就是荣誉积累,通过量化球员生涯获得的奖项,从而把各个时代的球员放到一起去评比。 在这种体系下,乔丹是独一档的存在。 乔丹生涯的高级别荣誉包括6个核心总冠军,6个FMVP,5个MVP,10个得分王,一个最佳防守球员,10次一阵,9次一防。 詹姆斯目前的高级别荣誉包括4个核心总冠军,4个FMVP,4个MVP,1个得分王,13次一阵,5次一防。 相比之下,詹姆斯比乔丹少了2个核心总冠军,2个FMVP,1个MVP,9个得分王,1个最佳防守球员,4次一防。 这个差值基本相当于奥拉朱旺或者杜兰特的生涯荣誉,足见詹姆斯和乔丹在这一领域的巨大差距。 实战能力差距。 乔丹的公牛生涯几乎全部都是攻防一体的属性,而詹姆斯仅在热火生涯做到了这一点,从回归骑士开始,他的防守强度就无法拉满了。 这是和乔丹实战的第一个差距。 第二,乔丹的技术能力没有弱点,面对季后赛高强度防守,乔丹的突破和中投结合,可以执行大量的攻坚阵舞。 但是詹姆斯因为急停中投不够强,所以在攻坚战中往往力不从心,需要身边有维德·欧文·戴维斯这种高水平的攻坚得分手。 前两点的差距也造成了第三点,两人在总决赛中的统治力区别。 乔丹六进总决赛没有一次失守,哪怕是1998年公牛队老麦不堪,乔丹依然能够率队独冠。 但是詹姆斯借助东部利益好因素,十次进入总决赛只赢了四次,输掉的六次中有多次溃败。 在联赛的最高舞台上,詹姆斯总以失败形象出现,这和乔丹胜利者的形象又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效果。 精神力差距 巴克利曾经评价过乔丹,他说职业球员之所以能敬佩乔丹,除了成就和技术强大的精神力也是关键因素。 在公牛队困难的时刻,乔丹永远能站出来带领队友前进,比如1997年总决赛天王山,乔丹在高烧的情况下坚持带病出战。 转播画面可以清晰地看到,乔丹眼神空洞,虚悍不止,但他依然坎下38分并命中,至省三分,奠定了公牛夺冠的盛事。 而詹姆斯在精神力层面恰恰是他的一大弱点。 当年26岁就联手维德·波什在联盟引起轩然大波,此后去火箭和胡人组建超级强队,同样招致大量评价。 说到底,詹姆斯缺乏独自面对困难的勇气和信心,乔丹敢于激发自己的潜力,而詹姆斯主动寻求更多的帮手。 乔丹是迎难而上,詹姆斯是绕道而行,两种不同的篮球理念也体现了两人的差距。 影响力差距,关于乔丹和詹姆斯的影响力,美国本土做过多次网络投票,在最近一次调查中,结果还是乔丹独一档,詹姆斯虽然位居第二,但是和排名第三的艾弗森,排名第四的科比都是30%出头的得票率,而乔丹则是超过70%,这样的票数差距一目了然,而且这还是美国本土的结果。 结果把范围扩大到欧洲、亚洲、非洲,乔丹的影响力还是更远于詹姆斯。 总结下来,乔丹的名气覆盖全球,詹姆斯远远达不到这种级别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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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